这些就是煎堆的馅是吧? 是 其实煎堆的馅就是把这几样东西变成这样 变成这样也有过程 是呀 要搓完压点再搓完 我们现在知道冯师傅也是机器出来的 是吧? 不,也是手工 也是手工 自己搓铁 就像以前这样炸炸的 那还有什么? 基本上大概是有些什么? 有泡菇,椰丝,花生碎和芝麻 是,还有糖 除了这个混和,就变成这样的馅 馅就再包这个皮 这块是糯米来的 是呀,这就是我们用糯米皮来做的 啊,这个动作叫做出体是吧? 是,这个是出体 通常多少钱,多少两压 就是全部标准来的 这些都这么大,这么均匀 尽量少放粉 因为放粉就容易硬 对,容易硬 皮薄馅漂亮 我做一个小一点的馅 是这样 如何?师傅要 扎一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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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不要压住它 是,是 底下的鞋又要排上来 推上去 对,推上去 師傅,这些真的皮薄馅漂亮 皮薄馅很大 皮薄馅很大 红师傅啊,我最近在餐厅吃的尖堆 里面没有咸 哦,它那只尖堆 跟我们这只过年尖堆不一样的 哦 因为我们这只尖堆呢 有那只菊花在里面 哦 炸起来的泡菊是有些 有些是红红色,有些白色 一切到里面就有金,有银 哇,原来是这样的 是 所以,这个鱼翼很好 过年那时没有人买过空心尖堆的 是 一定要里面有金,银在里面 哇,又有金又有银 金银满屋 还要香芝麻 先搅一点水上去 搅匀 搅匀 搅匀了 好啊,一起搅匀 香芝麻 好过瘾 咦 阿珊珊 看来我们今年 有油脚有煎铃吃了 哇,金银满屋 由你做的 是啊 也祝我们节目所有的观众 金银满屋 见见哄哄 对 是